控宿控三花蓮共地在当中冲当地观光 观光宿在建议散布进行方案 除了提供相关的减免措施 也几位让处秀赏的人担入管 但在后中间完成 还会担对随无形和团队提供入油包座 上班在那位时就会出事 政委员长好像是最近会开一个会 各单位不只交通部都提出方案了 在花蓮的部分 铁公路观光初步估大概30亿 这部分就是还要再确定 应该是在五六页 初过会有30亿的建议 用在在进行花蓮的观光 但是如今保障的比较英雅 一个人在晚上五百块的方式 共同部长王国仔表示 他会担观光宿提案 这些行政仪较人 花蓮女生业者大家都非常乐观 请县府能够盘点所有县内 安全无余漂亮的景色 当第三点我们的振兴方案推出的时候 就能够欢迎大家回到花蓮 这个共同地等花蓮的提供道一度中断 立委保军纪正前提出国土来河 当年花蓮特别条例 说要向国土来河 为南岛的保里 等到花蓮 出案17进行森查 保军纪再度向王国仔划赏 我们应该开新的路廊 用现代的工法 能够给人民一个安全的路 要跟我们告别的王部长 我们也希望把这些福国利民 造福代代子孙的这些决策 能够顺利把它完成 在圈远连已经启动 就是路廊踏勘及地质调查的工作 大概115做完以后 就进入可行的话 就进入我们可行性来研究 都是做行政院的中长期个案计划的 审议的程序来做 王国仔共调 为国土来河当年 到所谓快速度的相关纪会 都已经专门 希望可以照行政停止进行 美式新闻台北部 都